字幕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Yo,hello,大家好,我是小萌,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好久沒有跟大家玩時空之門了 今天呢,帶上我們的 心蘭丸小隊 嘩,十分厲害啊,這個 四隻心蘭丸 究竟是什麼抽卡結率先到的 四隻心蘭丸,真是,別開玩笑 好啦,這個心淵級 我不要記得,心軟 血緣的阻咒,這是木關 不是全木的,黃是木 中間有些水啊,其他卡結,不過木比較多 那就帶我們的火隊 毫無懸念的北歐隊去挑戰這一關 有些位有點糾結 是什麼位呢 就是,其實我心蘭丸其實很低 不過,你看一下 看看技能是什麼 15% OK,那打這隻先 或者這隻先都合理 這隻先吧 我剛剛說什麼 對了,有點糾結的,其實我這隊的 等級不是很高 不過純粹是,答應了我的心蘭丸 我要帶出來威威的 他不是沒用的 他很有用的 雖然是重複 但是有一堆心蘭丸 只要他們升滿了技能 哼,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過一隻升滿了一隻 一隻四,一隻八,兩隻十二 所以基本上另外兩隻技能 是不會發動到什麼的 哈哈哈,我弄不住了 好,為什麼你打我呢?沒有留意到原來你會打我 OK OK 露拉火了,什麼事 死都要拉火 唉,補個血不錯 這隊的護複力有點低 因為,唉,等一下拉錯 食招 有拉錯,拉錯 拉錯都有28倍 剛剛好,Good 好,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我們看看有什麼敵人 Battle 2 Hello 哦,是你 嘩 左邊那個就是 什麼東西 十個風元素 十個 綠色的 結晶要燒了才可以打下去 不是結晶,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磚 這邊就是 基本時間減半 我簡單來說很少時間 OK 上面沒有木豬 有點難搞 現在有木豬,Good 有木豬 水不要 這個不要 喂,幹嘛拿一下拿一下 對對 木 我要木 不夠木 No 不夠木 差一點點 最後真的 時間影響到我 一擊被殺了 糟糕了 一擊被殺了 糟糕了 糟糕了 左邊的盾放這麼大 什麼事 怎樣啊 怕我看不到的 是不是怕我看不到 放這麼大 什麼事 是不是想嚇我 嚇我不了 因為我夠數了 我夠數 我不會怕你 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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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血量不高 應該 沒錯 沒錯 非常好 其實我比較喜歡 以前神魔一隻 扣他的方式 就是神魔一隻 譬如六個人 打同一隻 第一隻 如果瞄到他 他的血都會扣 現在是不是的 所以感覺看起來 有點難看 不知道其實我是 剛剛好打死他 還是 出出有魚翁的感覺 你明白嗎 大家明白嗎 大家明白嗎 有很多同感嗎 不過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的話 就應該沒有同感 呵呵 喂 火 Come on baby Give me 火 再來火 好 Good 最後一個轉 拉不切 應該拉好一點 因為他會 哇 220 哈哈哈哈 Sorry 你要G YES 因為其實他的能力 是會降你的精華石 即是你要轉到他降你做金 那就是浪費鬼氣 哇 但他的血只剩8000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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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豬 先轉一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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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會不消血,Shut 只有五十一倍嗎?糟糕了 喔!我不消一倍,這隊火隊剛剛好啊 剛剛好啊,Good啊 但是下一關他都會扣我血 我們想一想怎麼搞 我們轉珠用完,這一關最好做到全體 是,有全體,有全體就行了 兼回血 Good,再打大力一點 好,整天的計劃是很完美的 欸,剛剛拉走了這個,就破壞了完美的計劃 哎!哎呀! 應該夠殺怪,37倍打一隻 搞定 其實最麻煩右下那隻,他每回合都會 刺我,但是我又要硬吃他三個回合 真的很煩 很煩 這裡不需要燒得多 真的不需要多 反正我要燒平均一點,有他的屬性 那我就會生產多一點 心 那我就可以回血 Good啦!做得好! 但是回血會太少了 這樣很危險的 是玩命的行為 唉,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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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關要秒殺了 我現在,唉,覺得有點難 覺得最麻煩是第五ターン 他會,肯定要扣你三個回合 其實真的很煩 除非我帶破防 但我特意不帶破防 吹咩 吹咩 太可惡了,我都來 喂,要拉一轉 要不然很麻煩 但我同時又要做回 下一個回合用的 的石 OK OK Good 好 接著到王關 王關的目標 就是要... 有點煩 他一個呢 會掉一些負面射下來 搞到你很不開心 所以現在就是 九結位就在這裡 應該呢 就盡量爭取 發動Fever Mode 可能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所以決定呢 先用這個 看不看啊 就是這些麻煩的東西 超麻煩 這些東西 卡鬼住我 那我怎麼辦 一大堆 我發動不到Fever Mode 輸啦 輸啦 發動Fever Mode就輸了 太卑鄙了 我當然部署做得不夠 我要在上一關 我部署再好一點 來到這一關 可以拔一顆 就發動到 那是最理想的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應該入Fever Good 喂 撐你啊 這樣嗎 做人這麼不厚度嗎 那我現在怎麼辦 不要理會 不要理會 只要大大力地 撐上去 喂呀 又卡住 好生氣啊 卡住了 進不到Fever Mode 就一直錯 滿盤街 綠索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再打一次一會 現在其實 我基本上要拔掉所有東西 不要理會 拔掉所有東西 就是一個補救的方法 來的 喂 有自爆仔 有自爆仔 自爆仔很煩 幾倍 好 913 搞定 搞定 我要再研究 雖然都叫通關 但這樣通關並不光彩 你看到我打得很吃力 並不是這樣的 並不是這樣的 超幼型 剛才我非常不小心地 在上一關 發動了我的 Fever Mode 你看到我沒有轉來 這一關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不過 就 試試打 不要理 說不定有 奇蹟發生的 我試試奇蹟 有沒有發生到 這次 沒問題 一樣可以 第一次就沒什麼特別大問題 他沒有出過那些負面石 還有加攻擊力 80倍 好 差不多了 你糟糕了 這次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你看到你多糟糕 搞定你 你猜我還會怕你嗎 我現在不怕你了 我懂得玩 我照拉了 什麼事 我不怕你 一點都不怕我 爸爸 搞定你 YES KO 喂 Buck了 太好了 一雪前恥 這一關其實不用 這番目都可以 只要大家 那個概念夠好 都可以 我發現呢 剛才那波呢 我看到一個小竅門 就是當我看到幾塊 那些 那些負面石 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要管 把我們那些 那些 普通的石 拉走它 拉走它 那它們搭在一起 就會自己消除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些位 那些位 要捉緊 就可以 把大量負面石 都不用太擔心 OK 還是只有B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回合數比較多 好 anyway 今天這個 挺好玩的地獄級 sorry 叫深淵級 哈哈 打了沒有 不知道 我又打了不是很多隻 那我在想拆不拆的 現在還有時間 所以 考慮一下 好 今天影片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